画面中坐在地上的小男童 看着眼前的拉布拉多 原本想往前靠近 但还是退缩 缓缓靠回墙角 空洞的眼神让人心疼 这位住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丽丝的男童 名叫贺南 罹患唐氏症 对和别人互动 肢体接触都十分抗拒 多数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 孤零零坐在墙边 但这只名叫喜马拉雅的 母拉布拉多并没有因此放弃 反而缓缓向前伸出前脚 轻拍对方 小男孩忍不住好奇 也伸手摸了狗狗 但才一下子他又往旁移动 似乎对狗狗释出的善意 还是充满戒心 但这时狗狗突然站了起来 还将一只前脚 拉在小男孩的肩上 仿佛像在对他说 你并不孤单 有我陪着你 这个动作逐渐融化了 小男孩的心房 男童感受到毛小孩的善意 终于发自内心 主动伸手把狗狗抱入怀里 一旁拍摄影片的妈妈 也忍不住感动地笑了 这一刻 唐宝宝和毛小孩 成了真正的朋友 这只聪明又有耐心的狗狗 只用了三分多钟时间 就让唐宝宝感受到爱 人类社会对身心障碍者的 排挤和偏见 对狗狗来说并不存在 他们眼中可能只看见 小男孩的孤单无助 尽力给他温暖 毛小孩的灵性和忠诚 也感动了700多万名网友 让人看见什么是无私的爱 邓宝宝国一中心 正好报道